严格林 老师好美 第22章 网上新闻 体操明星提供旁证 审讯律师为刘畅的死刑判决在最高人民法院复合时争取改判 众判而暗中组织舆论支持 据说他秘密联络媒体、网络为刘畅名冤 同时他也正广泛搜集证据 寻找证人为最高法院对刘畅的复合提供改判的资料 他找到的证人中 有一个人非常重要 省体院的大二学生玛丽 审讯律师找到省师范大学体育系二年级的学生 荣获过全国艺术体操第四名的玛丽 希望他能提供刘畅在作案前给他写的电邮 被艺术体操界评为大器晚成的代操皇后 玛丽可以用冷艳来形容 她一米五六的瘦削身材和极好的四肢比例并不显矮 相反显得娇小匀衬 她一开始回绝了沈律师的请求 说法律保护个人隐私权 即便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也不该例外 在沈律师的劝导下 体操明星松了口 表示同意口述流畅那些邮件的大意 她告诉沈律师 刘畅在作案的前一周向她承认 她在邮件里写到的那个跟班主任恋爱的好友就是她自己 她的痛苦那么强烈 以至于玛丽放下妒忌来安慰她 在她的诱导下 她告诉玛丽 班里另一个男生跟女班主任关系亲密了近两年 男生强行和班主任发生了关系 她能够谅解班主任 甚至更爱她了 但班主任已有两三天不回她的短信 刘畅的最后一封电邮让玛丽特别担心 因为她说没有了女班主任的爱 即便考上好大学又有什么意思 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为高考承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压力 受了那么多苦 没有爱不就是一场空 与其到时落空 不如现在就结束一切 从那以后 刘畅就没有再给玛丽写过任何邮件 当时她训练太紧张 不能从省里回来 只能给她一封接一封地发邮件 要她等她放暑假 她一定好好听她诉说 也劝她千万别昏头 为一个三十几岁的老女人寻死密活 不值得 其实在她作案之后 玛丽还一直在发邮件劝她 玛丽最后承认 流畅生日那天 她确实快递了一件生日礼物 一支孔庙祈福笔 她想向她暗示 爱她的人很多 明面的暗地的都有 不要钻牛角尖 不要瞅准一棵树把自己吊死 直到她家里人告诉她 刘畅由于杀人被捕 她才放弃 玛丽会作为刘畅副审的证人之一 证实留在作案前的心理状态 由于高考和失恋的高压 已经基本失常 失声恋受害人的父亲身患绝症 4月29日是少天一被害周年忌日 5月1日 也就是少天一忌日的第二天 一位网络记者来到新兴小区旁边的彭户区 想采访在去年失声恋中丧生的被害人 少天一的家长 少树稳和董素芳 邻居们亲热地称呼少先生为少老大 或者少师傅 可见少树稳在邻里是一位有相当亲和力的兄长式人物 记者走进那个破败的彭户区 邻居们热情地为他带路 并告诉他 少老大病得很重 很久不见他出来打牌了 当记者敲开少家的门 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令他吃惊 因为躺在外屋的塑料堂以上的病弱男人 据介绍就是少师傅 为记者开门的是少家的女主人董素芳 一屋子人据介绍是少师傅的徒弟们 以及他们的家属 除了少家夫妇 众人都围着两张桌子在打麻将 少师傅虽然握病 但他的徒弟们还是把他摆置在一个立于观看牌局的位置 让他间接参与娱乐 邻居们称董素芳为少大嫂 因此记者决定沿用这个称呼 记者注意到少天一的一项下面摆放了一个长条灯 上面放着一个小酒钟 里面装着土插着几根焚箱 条灯的另一边放的是一挂香蕉 一小筐苹果 这就是少家为他们失去的儿子公白的计案 记者来到一项前莫利了一会儿 等他转过身 少大嫂轻声地说 天一从小就爱吃水果 不过他很懂事 知道家里穷 吃不起 就说他最不喜欢吃水果 这都是他爸的徒弟们送的 记者问 最近少师傅身体欠家 少师傅的徒弟说 不是最近 是从去年天移去了之后 打击太大 伤心伤肝伤得太狠了 一并不起 少大嫂向记者介绍 刚才说话的是少师傅的大徒弟 除了他之外 少树稳还有四个徒弟 大徒弟显然是最悲愤 最激动的那一个 此刻二徒弟说 傅二代杀人 杀的是儿子 等于把老子也带进去了 非把那富二代枪毙两次不可 记者问道 少师傅是去年什么时候查出病来的 少大嫂说 就是天一走的那天 是我陪老少去医院检查的 那天挂号是挂得挺靠前 不知怎么到下午才挨到我们的号 进了医生诊室 给他说了情况 才五分钟 一个人就进来 说是制药厂的 有什么要让医生给病人推荐 医生就跟他谈上了 谈了十多分钟 又回来给老少看病 在老少肚子上按了按 就看完了 开了一大堆的单子 去这里拍片子 去那里查写 一个楼有五六层 一会儿上楼梯 一会儿下楼梯 折腾到五点多 要不然我们早就回到家了 早点回到家就不会出那档子事了 记者说 那就是说 少师傅的病其实在那件事之前就发作了 大徒弟眼睛一瞪 呵斥他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帮杀人犯说话呀 那女董事长雇你来的吧 我师傅的确诊书是今年一月份才下的 不是为儿子伤心伤出来的 不是给生气气出来的 你们这些腐败记者的良心都让那些妇人收买了吧 二徒弟也说 他们妇人的命值钱 我们下岗工人的命不值钱 记者该为劳苦大众 大多数人说话才对呀 记者赶紧服软 道歉 不然他很可能在采访刚开始就终止 被轰出门去 记者问邵师傅的病有没有到上海北京的大医院去找好大夫看看 邵师傅此刻自己开了口 声音非常低弱 哪儿花得起那钱 凑合吧 只要不疼 我倒恨不得早点找天仪去 别让孩子在那边做孤儿 邵大嫂背过身 擦了把泪 记者也不免心酸 这真是一个处在绝境中的家庭 记者转开话题问道 你们儿子的那个班主任 一直没有露过面 某徒弟的妻子打断记者 他敢露面 非私了他不可 骚货 跟谁搞不行 搞自己学生 我就不明白 警察怎么还没把他抓起来 大徒弟说 对 判他强奸少男罪 二徒弟说 法律不判他 咱自己判他 这种骚货 打死都不为过 邵大嫂倒还算冷静 对记者说 天一来家总说他老师对他好 两年里没少帮我加忙 还给孩子到学校申请到特困住学金 常常给天一天制东西 衣服鞋子都买过 还给他买吃的 我也见过这老师 人看着是不错的 谁想得到 大徒弟说 妖精都表面上看着不错 他现在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钥匙给我们找到 没他好日子过 徒弟媳妇说 就少师傅这帮徒弟 加上徒弟的徒弟 一人一巴掌 都能删死他 不用删死他 另一个徒弟媳妇说 打人还犯罚呢 就给他扒了衣服裤子 修死他 二徒弟说 他那号人能怕羞 怕羞就不干那丑事了 扒下他衣服裤子 照样删 记者发现这些人对失踪了的班主任极其仇恨 可以设想 假如这位曾经的省级优秀教师出现在他们面前 会发生怎样的不测 原来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 他们虽然下岗多年 但阶级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 记者此刻明白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从很大层面上来说 就是集体意识 一人的苦难 一人的利益 都跟这个集体紧密相连 记者说 邵师傅 社会对您儿子是非常同情的 但是社会也同情流畅 因为他犯案的时候毕竟才18岁零一天 听说 您夫妇二人拒绝了被告人流畅父母的讲和和经济赔偿 假如你们当时没有拒绝赔偿 他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这一屋子人的情绪风向 那现在邵师傅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 说白了 有钱就能在大医院找到好大夫 给您做一台好手术 那您的病就会早一点治愈 大徒弟说 我也主张咱们接受赔偿 怎么了 天余那么个好孩子 好孩子里的好孩子 一眨眼 没了 别说几百万 几千万也赔不上 所以呢 该赔偿赔偿 法律该怎么惩治杀人犯 就怎么惩治他 这才叫公道 是不是 邵师傅看了妻子一眼 叹了口气 邵大嫂好像也为当时拒绝被告人家长的巨额赔偿微怒后悔 徒弟媳妇之一说 叫我说 那个孩子杀人不对 既然人家家长要赔 我们就接受 法官能饶那孩子一条命 也没什么 18岁是太年轻了 18岁可不就是犯魂的年岁吗 所以两家家长该连起手来 状告那老师 全是那骚货的罪过 把两个孩子挑唆成仇人了 惩治他才大快人心 徒弟媳妇之二说 我也是这意思 就该跟那骚货算账 让他抵命 记者刚告辞出来 就听见麻将牌哗啦哗啦的响起来 牌局恢复了 网上消息 田董事长在灯受害人家门 凤凰广告公司的董事长田书华 昨天下午再次来到被害人家 陪同他的有审序律师和他的助理 助理姓于 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律师 一手拎着购物袋 一手拎着一个草边蒲包 邻居们议论袋子里装的是珍贵 不贫补药 当他们看到蒲包里面盛装的东西不时动弹 有人猜想里面装的是活鳖 田董事长此次露面跟过去都不一样 身穿普通休闲服饰 曾经的贵气荡然无存 他也没有乘坐自己的座驾 而是跟沈律师和助手一同搭乘出租车来到邵家所在的棚户区 据分析他们是怕棚户区居民发生报复行为 毁坏他们的名牌轿车 邵家女主人把这一行人让进门 但不许他们惊扰正在里屋休息的邵师傅 有什么事情他们直说 沈律师首先发言说田董事长从网上得知少师傅身患重病 心里很不安 特地买了几盒虫草粉和几只野生老鳖过来看看 表示慰问 董素方没有请客人坐 也没有给客人准备茶水 谈话气氛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尽管沈律师善于斡旋 但董素方近乎麻木的沉默时任何话题都无法展开 田女士最后只能告辞 对邵家女主人说 但凡有任何事我能帮忙 一定不要客气 我们欠你们的太多 请求你们大慈大悲 给我们一个弥补机会 沈律师拿出一张纸 上面是从网上下载的老编的要用功效和烹制方式 交给了董素方 跟女董事长一块儿辞别了 等屋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小鱼律师说 您要想开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少师傅的病治好 我一个朋友母亲肺癌都晚期了 让上海一个中医治好了 现在都三四年了 没有转移扩散 每天早晨都跟一帮老太太到公园里跳舞呢 那个中医研制出来一种药 配合食疗 很多中期晚期病人都被她治好了 董素方问 真的 余律师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调出网上信息 这位上海的中医姓陈 连国外都请她做过学术报告 报纸杂志也报道过她的成就 介绍了她的抗癌新药的理论根据 但是这位大夫用的药非常贵 董女士动心了 问道 多贵 余律师告诉她一个疗程需要六万到十万 这个价让董素方泄气了 梁九才说 妇人的命比我们值钱 也比我们涨 这年头寿命都能花钱买 余律师感觉时机到了 顺口一提式的说 要是您收下田董的补偿 能够邵师傅吃多少疗程的药啊 董素方不说话了 余律师加紧劝说 人没病的时候 怎么较劲都行 可是得病痛苦啊 特别是邵师傅这种病 听说越往后越痛苦 余律师从邵家出来之后 回到律师事务所 田董事长和沈律师都在等她 田董事长拿出做大生意的果敢和精明 教育律师马上打印 经过那位中医治愈的病人字数 给邵家夫妇连夜送去 然后向陈大夫订购一个疗程的药 以特快专递送到本市 最好在明后天就能让邵树稳开始服用 晚上九点多 他们给中医陈大夫打通了电话 陈大夫说现在不能马上开药 必须要先看到病人的所有诊断书 包括B超和磁共振等才能决定 并不是所有癌症病人他都接手 接手的他就不愿意成为失败记录 当晚于律师赶到邵家 取到各种诊断书 拍下照片 给陈大夫当即发了过去 第二天陈大夫给沈律师发来电邮 说病人的肝癌已经过了他的药能奏效的阶段 但是病人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死亡 并且可能死得很痛苦 不妨死马当活马医 能多活几天是几天 假如药费不是顾虑的话 奇迹也有可能发生 田董事长受益于律师给他回信 告诉他尽管配药不要顾忌药费 让奇迹发生 陈大夫终于同意接手少数稳的病案 让田董事长这边将三万块钱 汇到他诊所的账户 作为前一半药费 后一半不必马上汇 等病人的付水下去 病情有所好转再汇 于律师怕这位陈大夫 也像举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欺诈之徒 收到钱就沉没人海 或者够不上欺诈 但也不像炒作的那样神医庙方 那么这三万块钱就成了肉包子打狗了 田董事长说 这不相干 小于律师奇怪为什么不相干 但沈叙律师马上领会了田董的意思 让于律师当即写邮件跟陈大夫定要 他说早一小时是一小时 跟癌症争夺生命 一小时都不能拖延 笔者当然明白 此时为邵天一的父亲争夺生命 就是为田董事长的儿子争夺生命 所以网络认为田女士是个既懂舆论效应 又有政治头脑的商场老手 一旦邵天一的附近有任何好转 田董就赢下了儿子的生命 就算没有丝毫好转 被告人家长的救助姿态毕竟是拿出来了 姿态将是正面的 高尚的 并且相当漂亮 这个正面姿态的亮相 会导致公众舆论进一步倾向同情流畅 在最高法院复合时期 公众的同情舆论会作用于审判员们的裁定 改判或发回原地重判 那是事关生死的终极裁定 因此流畅家长会紧紧抓住这机会 争夺下流畅19岁的生命 昂贵的中药不是被特快专递送到本市的 而是陈大夫派专人乘动车连夜送达的 因为陈大夫怕邮差出差错 丢失邮包或者药理的贵重药物被偷窃或掉包 第二天 沈律师和小于律师拎着上海送达的贵重中药来到邵家 一个邻居告诉他们 董素方到新兴小区做终点工去了 邵师傅好像在12号串门 两位律师觉得怪异 病那么重 他怎么就串起门来了 在那排检疫房的最后一间找到了邵师傅 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邵师傅正热火朝天的跟邻居们打麻将 他们走进门拿出几包中药 向邵师傅说明 田淑华董事长有交代 要跟疾病争夺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 所以他前天晚上跟上海的大夫下了订单 为他订购了药品 药缸送到他们就给拿过来了 邵师傅好像有点懵懂的看看那几包药 问道你们这是给谁送药 沈律师好奇怪 说邵师傅忘了 田董给您买的药啊 今天刚从上海送过来 邵师傅更糊涂了 说给我买药 我这不好好的吗 沈律师和小于律师互相看了一眼 围坐一圈的牌友都在抽烟喝啤酒 每人跟前的桌面上都放着荷叶包 里面包着眼看要风干的卤菜 坐在邵师傅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起哄 要邵师傅出牌 24岁的小于律师凑到邵师傅耳边说 您的检验报告给上海的陈大夫看了 他觉得用这药治您的病还是对症的 陈大夫一般不接手自己治不好的病人 仔细看了您的病例和检验报告 马上就同意开药 邵师傅 要不我先帮您把药煎上 邵师傅说 这年头 骗子太多了 假大夫假药到处都是 正经药房还卖假药呢 更别说这么个见都没见过的大夫 他给我开的药 虽说是有人大把花钱买单 我就敢吃 钱是他的 命是我的 钱给骗了还能挣 命吃没了谁负责呀 沈律师和小鱼律师都傻了 邵师傅说的也有些道理 不能因为人家花几万块钱请你吃药 你就得吃 到底是药 不是宴席 邵师傅拿起一瓶啤酒 喝了一大口 又说 你看 我这不好好的吗 没事吃药玩啊 你们大家都明白 什么都能吃 就是药不能瞎吃 烟雾腾腾的屋子里 犯罪的牌友们都认同邵师傅 说绝对不敢瞎吃药 再贵重的药他也是药 沈律师是一个人离开的 把小鱼律师留下等候董素芳 小鱼律师等到晚上九点 董素芳还没有回来 给他打手机 他也不接 小鱼律师判断董素芳 是有意躲开他的 网上评论 曹果 支持受害人家长 水利芳 受害人的父母 让被告人的家长碰软钉子 就是要公众和执法人明白 他们不领田董事长的情 不让舆论同情杀人犯 鱼的海洋不能仅仅因为小杀人犯家里有钱 他犯的天大罪过就能用钱来弥补 那要是换个没钱人家的孩子呢 犯了同样的罪又该用什么弥补 就只能以命抵命了吗 金刚一丈量 慢说那种昂贵的中药真假还不知道 就是他果然有奇效 受害人的父亲也不会让儿子黄金年华的小命减价 来优惠自己这条病残的老命 同时优惠杀人凶手 笨头 受害人父母这样做 就是要法律不受舆论操纵 不买情面 主持最大程度的公道 让罪犯付出该父的代价 那是谁也不能垫付或代付的代价 重重又一春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